嘿兄弟睡醒的没有啊 准备接着出发了啊 今天全程300公里 我想五天之内 必须赶到这个 湖北的舍农架啊 咱们昨天是在 江西的上饶是吧 然后今天要到达这个 湖南的 那个什么地方来着 洞庭湖啊 我上次在这个洞庭湖 也是 狡幸逃生啊 因为咱们刚走 刚走完没有两天 那边发了个大洪水啊 这次的话咱们再去 那个洞庭湖那边看一看 啊发完洪水 退潮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啊 啊 昨天在这边休息还挺好的 啊是一个 怎么说呢是一个乡政府 乡政府里面呢有这个 驴快钟啊 啊所以说昨天晚上相对 也说是比较安全的 原本的计划是打算在江西 南昌租个房子 因为每天在这个路上的开销 太大了休息一个月 再帮这个岩鼠搬过去 然后再接着出发的 结果租一个月人家不愿意租啊 没办法 那咱们就照着500块钱的这个路费啊 直接跑到湖北的神龙下 应该不成问题的 小超市的话没找着 找着了一个大超市啊 咱们等这个后面车走了 下来看一看啊 搞两瓶小冰水喝一喝 哎 哇 大车怎么这么多 前面的话是这个超市的入口啊 路边还能停个车 挺好的嘞 啊 本来是打算买两瓶水的 但是买第二瓶的喝一会的就凉了 首先就买了一瓶啊 整个卖动卖动人生啊 哇 在这个路边看到个家务站啊 上面写着柴油六块 掉的是真狠啊 就是热汽油它为啥掉不下来呢 不过我今天沿途搜 搜到了个便宜的 那九二汽油是七块四啊 到地方之后看看这个价格 会不会改动吧 不改动的话 咱们直接就给它加满啊 这一回的话 已经是八点半了啊 阳光越来越强烈了 手上脸上已经开始出汗了 越来越难熬了 希望今天开车能背着阳光 面朝阳光那指定是受不了的 毒辣的很啊 柴油六块二 九二汽油七块一 哎这么便宜啊 早知道来来这边加了 实惠啊这 百思不得其解啊 问了一下这个 加油站的工作人员 我说你这个 九二汽油为什么这么便宜 是最近才降价吗 他说一直都是这个价格 没有改过 啊 他们这边这个九二汽油 确实很便宜啊 他跟我说 主要卖的这个柴油比较多啊 汽油是附带的啊 所以说不为赚钱啊 啊这个说的确实啊 啊很有一套乖方话啊 上次那个发音是啊 我这个头发剪得跟狗啃一样 丑死了啊 然后这个头发又长了 那咱们今天的话去找一个这个理发店剪头发去 头发的话剪完了 成这个小光头了 然后这边有点高 这边有点低 斜着剪头 然后咱们现在找一家店 吃个饭 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吃的没有啊 东西的话也买好了 可乐 你看这个是那个鱿鱼 跟鸡排 花了32万钱 蛮贵的 哎呀 咱们先喝杯可乐吧 涼得很舒服啊 再来一口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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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看家里面的这个门还都是关起来的 你看整个村子里面见不着人 都在家里面吹空调了 太热太热了 一点半了啊 越来越热了 在这个路边的话 找了一个超市 买了一个补水的 跟一个什么菠萝冰棍 喝点凉水啊 天气热得老想喝凉奶 舒服 开了7个半小时 全程300公里 到达了湖南洞亭湖的旁边 叫岳阳市 岳阳市的城中村 这边的话是一个什么月儿园的里面 旁边的话有这个三个慢充的充电桩 咱们想来看一看这个环境吗 这边是老小区啊 月儿园的话就在这 从这个大门进来的 地方的话比较偏 挺好的啊 反正进来没收费 等一下的话 把这个店给进上去就可以了 啊 就是没有共享电动车 要不然可以转一转啊 看看我这脸上 热的却是汗 哦 不知道该怎么扛了 跟洗脸一样 哎 这急动空调居然烧了 我的天啊 这回车里面非常非常的热啊 第一个是发动机刚刚熄火 第二个是一直晒这个阳光 我的天啊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好